平通南大街上嫌晃找尋下手目標 先是拉的拉門把 發現車門沒有上鎖 還裝作若無騎士 東張西望 確認四下無人 返回爬上駕駛座 看見值錢物品偷了就走 發生在這個月初 新北市英哥這個囂張 竊賊終於落網 警方想騎三台摩托車吧 對啊 把他踹倒 我們就看到他被壓在那地上 當時警方沿途追捕 終於到了大鷹路這邊 成功包抄江犯嫌 壓制在地 沒想到犯嫌騎乘坐案用的髒車 四處行竊 趁著月初犯案得手三萬元 遭鎖定之際 轉往其他轄區犯案 偷遍新北市英哥三峽土城 甚至還跑到桃園 至少有30輛車遭殃 犯案手法如出一撤 只要車門沒鎖 就直接偷取 車門鎖上的同樣不放過 隨身攜帶螺絲起子破窗行竊 每次都只花10秒就得手 這位犯嫌騎車非常的快 然後遇到我們警察巡逻的時候 他會先靈停在旁邊 或躲在巷子裡面 這次我們發現時候 接近包抄 然後用在側邊撞 把他撞擊 然後才能合理將他圍捕 59年次成性犯嫌 本身有毒品竊盜等多項前科 向警方公稱 因為缺錢買毒才會起歹念 原以為騎著脏車 跨轄區坐案就不會被抓 沒想到再怎麼狡猾 還是躲不過法網 要為自己的囂張行徑付出代價 記者郭鮮雅和慧容 新北市報導 記者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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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